世界銀行星期二下調2023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 表示各地央行加緊調高利率 俄羅斯繼續入侵Workland和世界主要經濟引擎的艱難運行 可能讓很多國家陷入衰退 世界銀行說目前預計2023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.7% 接近30年來的最低增幅 世界銀行2022年6月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 預計2023年的全球經濟增長3% 世界銀行說先進經濟體的增長放緩 包括將對美國和歐元區的經濟增長預期大幅降至0.5% 可能預視全球經濟出現新的衰退 距離上次衰退不到三年